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猫叔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菜干炖排骨 这个炖钟在广东的炖钟店是非常常见的一款炖钟 看一下我们所需要用的材料 我们用到的材料有一条排骨 水发好的菜干 还有几粒红枣 一勾姜 几颗蒜米 还有一点点瑶猪 瑶猪就是干贝 那么长一勾 红枣把它对半开 姜切片 然后我们把这个水发好的菜干切成断了 像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菜干切好后我们要把它清洗干净了 因为这个菜干很多泥沙 接下来我们要调一个味水 因为炖钟呢它汤会减少 所以说我们需要先调味 我们先把火打开啊 把锅烧热 放入这个干贝 也就是姚柱 干炒两下 把这个姚柱的水分烘干 就可以去除它的腥味 见到锅头有点冒烟 我们再把这个姜块丢下去 接下来我们要打入适量的开水 炖汤呢我们要调入一点点糖啊 给它增加鲜甜味 然后再调入适量的盐啊 先把味调好 再调入一点酒啊 接下来我们能开始配置这个汤 一个炖钟就放一口排骨 像这些大狗一点的放一口 小狗一点的放两口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放入菜肝 然后放入一个红枣 再放入一小颗蒜头 然后我们再调入喂水 接下来我们把盖子盖上 放到锅里面啊 一定要蒸锅上去啊 这个水是开了的 我们放盖钟前 要先把火关掉 否则会烫伤手啊 我们再把火开起来 炖这个炖钟我们需要炖三个小时 如果大家有喜欢做炖品的 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你身边的朋友 让他们都知道 炖钟原来这么容易做 炖钟呢 一定要用蒙火锅 先炖它半个小时 我们再转中小火 给它慢慢炖 好了我们已经煲了三个小时了 接下来我们要揭开锅盖 就可以出锅上台了 美味的菜肝炖排骨制作完成 接下来我们试一下它的味道怎么样 先喝一口汤 试一下它的汤味 它的汤非常的清甜 还有淡淡的菜肝味道 可以带有一点点海鲜味道 吃一块排骨 我们排骨没有经过焯水 把它的肉的鲜味完全的锁在里面 因为经过焯水的排骨 它的肉味不会有这么浓的 焯水会去除它一些鲜味 本期视频就拍摄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忙收藏评论或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下期我们再见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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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